因为我至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就后来第二天大字标题 就是刘小庆说 中国最好的女演员是我 后来我付出好长时间的代价 因为每个人对我要求就特别高 你狂吧 你不是觉得你是最好的女演员吗 但我们觉得你演得不好 或者说故意不给你投票 或者说种种原因吧 有没有后悔过说过这个话呢 好后悔 不后悔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人应该说真话 还有一个我觉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也不是好士兵 其实我当时只是说了一个理想 就何必说我们在座这么多人 大家都可以投票 我只不过是投了自己一票而已 这其实表现的是我的决心 在中国电影史上 刘晓庆绝对是一个传奇 他曾经奪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也都连续三年奪得百花奖影后 到底传奇影后 遇上第一次拍电影的梁家辉 他们会拆出什么火花呢 刚才你说到就是瑞恋听征 和火烧原明园 其实你记不记得当时 做皇帝的梁家辉 有一项因为梁家辉的脸型 因为李导演说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脸型 都很像清朝的脸型 清朝的脸型 清朝的脸型就是这样 主要最标准的 其实是梁家辉那样的脸型 但是我不懂广东话 梁家辉也听不懂国语 后来我们说怎么办呀 后来后来我就跟他说好 因为拍近景嘛 我们就说好 如果你说完了以后 他不是善善子 我说你如果一边善善子 一边说的话 你就善到这个 你一停 我就接着说 把局势缓一缓 腾出功夫来好 调兵潜将 谁知道 他只听到老丈人桂梁的话 真的跟洋人打起交道来了 我真不懂他适何居心 那也是他奉旨行事啊 一些糊涂大臣们惹了祸 然后我说 我一说完了以后 我就在 就是在这个镜头下面 就示意一下 我们俩就这样的合作 就当时我们很不平等 因为虽然我是大明星 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的那个 吃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馒头嘛 两个馒头 然后两团这个黑色的咸菜 然后呢 后来的时候 梁家辉他们呢 就推一个饭车 上面什么鸡鸭鱼肉 什么都有 后来我有一天 我就哭起来了 因为那个年纪比较小嘛 所有的人都来哄我 怎么了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说我也要吃肉 后来他们说 拿来拿来快点 然后就把我的这个肉和鱼拿过来 因为我喜欢吃米饭嘛 然后他们就把肉和鱼拿过来 后来我说不行 我要大家都 都要吃肉 不可能嘛 后来梁家辉呢 因为他住在酒店 他不是北京人嘛 我是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所以每一天呢 我就就骑自行车去演西太后 演玉兰啊 演西太后 他呢就有好多那种饭票 因为是那个 这个饭店这个饭票 早中晚写的早中晚 早中晚早中晚 他都吃不完 经常拿去冲马桶 我就趁他不在的时候 去偷他的饭票 从他的那个桌子上 我们就撕 撕一大片 然后就拿回去 我们我西太后 还有一个演丽妃的 我们三个人吃 还有当时还有一个演公女的 这个我们四个人吃 四个人分 梁家辉都没发现 到现在 后来我是访问当时说实在说 我原来偷他的饭票 他吃不完 结果我们都饿得要命 所以我们永远 在这个戏里面都不会胖的 一讲起刘晓 大家就会联想起姜文 除了他们过往的一段情之外 大家也都会想起 他们有情有义 互相扶持的有情岁月 另外就说回你 早期的作品 傅庸镇 香港很多观众都看过的 当时就是第一次 和姜文合作 其实当时 大家都觉得你们两个很搭 就将你们封了 最合称的 姜文是长得老 她当时只有22岁 我觉得她这个长得 从来就没有年轻过 你见到就是自来救那种 第一次和她合作的感觉如何呢 角色她是一个怎样的演员呢 第一次合作因为这个 谢敬导演很欣赏她嘛 当时我就觉得很难接受 因为她又比我小 又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怎么演呢 而且我还要在电影里面 叫她苏田哥 我觉得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后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合作 合作当然因为我觉得 可能都是 因为姜文是好演员嘛 所以我们就合作得很默契 其实她第一次